奥沙利文貼褲球沒有打盡 把機會留給了西金斯 現在除了帶口的紅球外 其餘四顆都在褲邊 不施這桿就算成功上手 這個球型也是十分自受 因為目標球在帶口 西金斯這桿白球沒能走到一個理想的位置 那褲邊的四顆紅球要怎麼處理呢 讓我們看看巫師接下來的這一桿會如何操作 非常得nice 一桿精準的遠台 同時白球繞台回來成功配球 配出一顆 踢走一顆到帶口 西金斯這桿效果堪稱完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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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留下了一些壓力 這是一個可惡的拍子 真的可惡 我認為這兩個男生 任何個勝出 他們都會幸運到這個位置 他們不會享受這個位置 是他在紅色嗎 現在不太好 漂亮 又是一個精彩的聯打戴K 再次解決了一顆貼褲球 現在烏施領先22分 他只要能夠順利收下 中間的兩顆紅球 就可以妥妥地超分 話音剛落 西金斯白球便出現了問題 看樣子奧莎利文這一局 還有一線生機 兩顆球 兩顆球 三顆球 兩顆球 一顆球 四顆球 好球啊 比分落后的奥沙利文上来就是一个犀利的进球 七五三节每次相遇都是争锋相对 打得有来有往 很可惜没有K到红球 那么接下来就是火箭与无视之间的防守大战了 奥沙利文赶紧抬手试一下 白球二次撞击后又踢到咖啡 最终做成了错课 连结说都忍不住笑了 火箭这运气有些逆天 西金斯来了个大力解球 可惜奇迹没有出现 火箭随便瞟了一眼就让美女裁判不位了 因为红球不在哭边 周围都没有足道 所以西金斯只能是稍微发力看最后的运气如何 如果是按正常的力量清减 即便解到也会给火箭留下进攻机会 第二次尝试巫师成功解到 并且运气也还算不错 白球与红球都在哭边 表面上看似可以进攻 但火箭这竿并不好打 火箭还在犹豫 能否成功逆转把比分变成3比1 又或者是被西金斯追成2比2 最后的红球尤为关键 很难看 非常难看 不仅仍然有更多的热感 但不仅是安全的角色 对于红球尤为赛斯 but this frame is so big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not the best safety though and now perhaps he wishes he had taken it on wow this has been a ragged frame a largely ragged sess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econd frame which O'Sullivan played superbly well it's another chance for Higgins if you can knock this red in it should be two all he's overcut it by quite a way 14 the difference 35 there that looks like a pretty useful second prize for O'Sullivan 奧莎利文連攻帶守,又是伊甘斯諾克 不過好在綠球沒有完全擋住,還可以扎桿繞過來 西金斯扎桿解道,不過留下一個遠台 看看火箭能不能把握這個機會,准一桿 成功打進,但是白球走位不是特別理想 現在籃球在庫邊,並且有厚色的影響 而粉球角度又太大,還需要繞台回來 接著紅色,並且不簡單 7 西金斯面無表情,四顆貼固紅球被他解開三顆 但這最後的勝利果實,眼看著就要被火箭拿走 真夠鬱悶的 奧莎利文走位出了問題,咖啡球角度太大 現在想直接停住繳籃球的話,根本不現實 看看火箭,會不會有什麼好的辦法解決這桿走位 他需要紅色,藍色,藍色,藍色 好,這會有些拍子 絕對的腦洞大開 絕對的腦洞大開 奧莎利文一端精彩的舞步走位 勝利在到籃球 看著白球的位置,其家層下的掌聲帶著閃了起來 火箭的這桿籃球到本球旋街,同樣撐得上精彩 好,本期視頻就到這裡,我是看臺球的投放 各位小夥伴記得點贊,關注喔